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用双色、白色、红色来编织一款双色花形 这款空格拉长针 红色这一排我们是没有拉针的 我们知道白色的这一排的拉针 我们现在放大放近一点看 很漂亮 织婴儿或者单色线可以编织神颜的 双色线、三色线可以编织婴儿的小背心 毛线外套、帽子、围巾都很漂亮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 圣围已经挤好了,我用红色的打组下摆 几生几色的倍数,加上两个编针 先把盖子的编织 下百步我们要先编织几白的生反针 反针 正针 圣反针织五白的高度就可以了 一直这样喜欢编织 我编的是单针的圣反针 当然你喜欢中针的圣反针也可以 下百的设计 编织 让客人喜欢编织 红色的下百编到五白高度 编织好以后 现在我们换成白色的线 白色的线让我们织 平针 编织 我们就全部撕平针 我们就全部撕平针 到旁边的时候也是 现在我们在多个小小时 我们在多个小时 也能有些个小的小时 有些小时 可以在正硬针 再按一按一按摩 一按摩 用一按摩 一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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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反面的时候也是纸反针 反面纸反针以后 我们要让这边的平针有 三白的四白的高度 全部四白线 切完编织 反面 编针 反面全部织反针 我们就这样织白线的高度 织四白 切完编织 一二三四白线编织到第四排 我们就开始的片花形 我们这排要用红红色的线 红色线编织 编针 然后我们在 第一二第二身的这个位置 拉一针 然后放到这边来 放松 身要放松 一二三 三针白针 挂过来 好 到这边是一针 红色的线 在第三针 一二 这里的第三针 再拉一针 一二三 三针白针 拉过来 白针不编织 画过来 加针 好 再吃一个白 吃一个红针 隔一针 一二三 这一排 一二三 吃一个红针 是你的第二针 鞭织 人 第一针 这个排 一针 一针 形环 它们 花与花分间 两个分间隔一针 红色的线 心环把这排 编织完 第一排的红线 拉伸 全部拉好了 我们直反面 编针 这三针白线 刚才是我们划过的 现在我们编织反针 反正中间针不编织 调过 反针 中间针不编织 调过 除了这一针的中间针不编织 其他全部是反针 行完编织 好 正面这一排 正面这一排我们将不撕红线 红线的反面 反面我们吃反针 先吃一个边针 这款你如果用比较深色的系列来编织 可以编织神年人的开衫 你用浅色的话 可以编织婴儿或者女人的开衫 看你客人喜欢 这款花形很简单 也很时尚的一款花形 这边全部编织 这边全部编织 反针 这里我们要换白色的线了 现在换成白色的线 撕平针 我们要编织的高度和这里一样的编织到地丝排 我们再拉红色的线 白色编织四排平针的高度 白色编织四排平针的高度 喜欢编织 好 我们演示第二排 第二排 换红色的线 这个边针 一二三 从第三排的根部 就在这里 拉一个红 长红线出来 然后挑过三针白色的线 然后挑过三针白色的线 这个长针挂过来 这个红色的一针 再从第二针的底部 拉一个长红红线 一二三 我先挂过来 这个针法很简单 这一针红线 一二三 第三排的根部 拉红线 挑三针白色的线 这一针 好 我们这一排演示很简单 已经演示了两片了 也演示这么多深 我们这边循环 好 我们编织还有的 就这么好看 对称的 反面编织 反面编织跟我们刚才编织的第一排一样的 编织红色的线 反针 中间针不编织 调过 这一针 这针不编织 调过 这一针 除了粘针白线的 瞬间是不编织 我们都要全部编织 反正红色线编织 进完编织 到这边这一排我们编织好以后 我们一样的在这里 编织全部是红线 这边红线编织有这里 全部红线再编织两排 一二 再编织两排后 我们再改成白色的线 再编织这样一排 一直循环编织 白色线拉红线 红色线纯纯纯纯纯 没有拉线 循环编织 到你要的高度 一管很简单 而漂亮的花形 再编织